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主 是要根据图形所附的地层资料 回答31跟32题 31题问的是 严层的有老到新的顺序 那以这张图形很明显可以看到 新地层 己地层 物地层 要小心哦 这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层级严层 题目给的文字叙述还是要看一下 其中我特别提到丁和羹 是火成岩侵入的严层 也是属于严脉 所以要留意的是丁是火成岩 羹也是火成岩严脉 所以他的叛读就不能用上下顺序来叛读 我要用截切关系来叛读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心 己 物 还有像丙 这些层级严层的发生 大致照这个顺序 但这边要小心的是 丁和丙的关系 到底谁先有呢 题目当中有提供给我们 丁严层有包裹着一些来自丙严层的碎块 也就是这些黑色的碎块 其实是来自丙 也所谓的包裹体 按照包裹体定律 包裹体是先存在的地质材料 后来才有丁把它包裹起来 所以丁跟丙比起来 丁应该丙之后 丁应该在丙之后 所以这一个考题的关键点 就在于丙丁的叛读 丙丁的叛读 至于丁它很明显切穿了下面的每一个地层 一直到这个侵蚀面发生 它才被侵蚀掉 所以乙和甲是最后的事件 乙和甲是最后的事件 那这个用途没有像包裹体定律那么重要 以这道考题而言 所以丁应该是在这之前发生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把一些不合理的先消除掉 那就还有这两个要判读 丁跟丙的关系 这一题的考题关键 先有丙才有丁 所以答案应该选第四个 再来这道考题当中 图形里面没有哪一种地质作用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沉积岩层 另外有岩浆侵入以及地表 以及乙跟 羹之间的侵蚀事件 然后这里面也看到地层有倾斜 这些岩层都倾斜了 但并没有正断层 并没有正断层 所以答案选第三个 好 这是这道考题的解读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